大家好,这里是MusicSpare,Mr.M,M先生 现在又到了我们球员卡时间 最近看到蛮多,这个卡有踊跃的发问 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聊聊 到底收藏卡一开始 应该买什么,或者是怎么买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买来的卡是要马上卖吗? 还是说自己收藏 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听隔壁老王说 某某新人,现在他的卡很夯 很赞,很热 会涨很多 买了保证赚 然后你就去网上,花了300块 买了一张新人卡 那这张新人卡 你基本上也已经追踪了几个礼拜 但是不幸运的 他的球队今年没有拿到冠军 结果球季结束之后 居然这张卡掉到只剩下一百块 那大家觉得 那大家觉得 在哪个环节里面 出了错 那答案呢 我想不止一个 第一点 就是说 你买这张卡 买这个球员卡 在价格的高点 那怎么说是价格的高点 就是通常球季开始 或者是开始前几个月 是一个球卡 球卡价的一个高峰 高峰期 那换句话说 本来一张没有球赛的时候 本来一张新人卡 在没有球赛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百元买得到 现在你可能要花三倍 四倍五倍 三百四百五百 才能买得到 所以 要尽量避免 建议 你尽量避免在高峰期内 买卡 宁愿等到这个球季结束 就是所谓这个高峰期过了 淡季的时候 你再出手买 都还来得及 那第二点 就是这个卖家 他放这张卡 三百元 放了可能一个月 都还没有人买 这就是说明什么 这说明 一般卡友都已经觉得 他的卡太贵了 然后你一窝蜂 一鼓腦没有做功课 就很想要 听人家讲说这个卡很好 很有赚头 就用高价把它买下去 那当然 你要 把它卖出的时候 你又要给这个 这个帮你卖的商家抽成 或者是你自己卖的话 eBay又要抽成 又要什么国际的费用 运费 那你没赔本 就要谢天谢地 第三点 现在 网路上 有很多 没有经过正式的消息 或者是说 这个叫做 带风向 就是 很多朋友 或者是说 你会有很多朋友 或者是有很多 你有合作的店家 都跟你说 这个球员 哪一个某某球员 非常好 非常有潜力 非常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 是真的吗 对不对 你要先自己学会 去判断 因为现在球卡 这个市场 浮动很大 很多人会利用这个 Facebook FB 或者是Instagram IG 来干扰你的想法 那我再说一次 就是说很多人 会利用这个 社交媒体来带风向 那我举个例来说 如果今天一个明星网红 一个网红 在IG上面说 他买了500张 欧尼尔的新能卡 大家都知道 欧尼尔是谁 Shakir O'Neal 那我可以跟你说 他的粉丝 然后有一堆人 都会跟着一起买 那这时候会造成 什么样的状况 这时候会造成 这张卡 突然之间暴涨 那你跟风的人 你跟着他一起买的人 你就是会买在高点 然后会造成 另外一个结果 如果他今天 三天之后 四天之后 把这张卡 500张全部卖出去 他会赚 但是 其他人 的结果会怎么样 会造成这张卡暴跌 反效果 那你譬如说 你500块买了 现在只剩下100块 你想哭 也哭不出来 我告诉你 欲哭无泪 所以呢 基本上 这次的视频 是给一些新来的朋友 新进的卡友 一些建议 重点就是说 不要盲目的跟风 那我们再把这个 今天讲的重点 再给大家 复习一下 就是说 来大家看一下 买卡避免在高峰期 那你不要看 重点二 就是不要看到就想买 那你卡永远买不忙 买不完 那重点三 就是不要盲目跟风 不要盲从 那接下来 最后 我再做个结论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 胖虎的这个 网页 就是说 不要认为现在的卡 现在不满 以后就没有机会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以前的卡式我不敢说 但是现在我可以说 我可以跟你说 这个Panini 他不会让你 他不会让你失望 说你买不到卡 他可能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很多 签名的新人 这个RPA 就是说 这个Luki Paciolo 都没有出现 但是他接下来 Panini一定会补回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网页 这个是Zian的网页 你看他一开始 Zian的卡没有很多 这个大国宝系列的时候 他没有很多的时候 大国宝一张 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看这是大概 就这张 有没有看到 这里 6月18号的时候 这张卡 卖了560块 这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卖个关子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 这张是什么 10天 10天后 6月29 这是刚刚卖的 才卖了266 但是基本上这两张都是差不多 因为都是 限量99号 的大国宝 这两张之 比较起来之下 那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买卡的时候 绝对要 有耐心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大国宝刚出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很多的因素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 这些新人卡补齐 所以造成这个 他的货品短缺 应该是这样讲 那货品短缺的情况之下 那demand 就是说这个 顾客要求又高 那当然会造成说 你一张卡 你一张卡会卖到这个 两倍或者是三倍的价 都有人跟你买 但是 你看他现在 你看他现在 你只要在网上搜寻 那一堆卡 一堆渣秧就卖出 冒出来了 有没有 他的 他的这个球衣卡 或者是他的RPA 或者是他的签名卡 通通冒出来 所以在 本尼尼尼满足 尽量满足这个大家的需求之下 价格慢慢的回缓 所以你真的不用急 等到球期结束之后 价格一定会再下修 也一定会还来得及买 那这种不会说是你今天 买不到这张卡 或者是这张卡被卖 明天一定会 就是以后永远买不到这张卡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尽管发问 在下面留言尽管发问 那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一一一跟你们回答 好的谢谢 拜拜 下次见